该出场不出场将来出场必是重伤 股价中最大的遗憾是 股价下跌被逼的不得不出场 像波罗威从146.5元跌到50元 大跌66%用融资买进的人 早已断头好几次 已经被逼出场了 从股神系统来看 波罗威在高档早已出现卖讯且三线转空 已提醒该出场了 至此该出场不出场 将来出场必定会是重伤 果然波罗威想出场 一遇库累了 股价下跌的过程中 投资者往往会陷入心理上的挣扎和痛苦 他们可能会因为不愿意认赔 而选择继续持有股票 希望股价能够回升 然而这种行为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损失 当市场趋势明显转坏时 理智的做法应该是果断出场 保护剩余资金 等待市场回暖后 再选找新的投资机会 张雨铭婚姻师在YouTube频道里面 搜索的关键是 然后完成订阅按小铃铛就可以 持续来观看追踪张雨铭的YouTube频道